然后手动 然后夹一个盆子上去 然后我们还是转去设备 然后中间这个 然后这个新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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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给它起一个 它们记得住的名字 然后把这个关闭掉 然后我们点这个基准图像 然后这个坐标 然后现在我们需要定一个字 这一个字母 这个字母一定是在这个范围里面 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举例 这一台里面 有三个E 是相同的E 这个的话 我们先给它 就给它排除掉了 这个E就不能当做一个定位的目标 好 看一看 我们要看一看一个小部分 这只能当做一遍 只能当做一遍 只能当做一遍 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这个没关系 我们先订个N嘛 一会就可以 我们先订个N嘛 search for the number N 对 我们先先拿这个测试一下 因为这一圈里面 这一圈里面 只有一个N 只有一个N 我们现在去测试一下这个N 然后呢 现在这个镜头啊 它是拍到这个罗牙这里的吗 我们需要把这个镜头往里面推 往里面推 往里面推 Now the camera see the see the screw gear screw so now we need to move the camera position to see the work 往里面推 大概到中间的那里 然后呢 我们点这个保存 然后呢 我们点这个保存 然后右下角再确定 还是添加工具 还是这个 还是这个 然后添加 然后确定 然后先把蓝色的搜索范围 给它缩小 搜索范围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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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点这个 然后角度范围 然后角度范围 默认是30 我们给它改成2 好 相似度 改成40 然后呢 确定 40 然后外面就还有一个 这个 改成75 然后确定 然后呢 输出设定 然后呢 输出设定 然后网络服务器 然后网络服务器 选择数据 选择数据 然后判定 然后判定 然后综合判定 添加 然后确定 一定给它勾悬一下 一定给它勾悬 然后OR章子就变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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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这边有一个相机设定 然后这已经触发 给它改成外部触发 然后我们再点击高级设定 好 然后CCD特别拍摄 然后确定 然后再确定 然后再转至运行 我们去测试一下 好 好 然后把这个位处理投降1 把这个位处理投降2 然后我们可以换这个点子 然后转 好 适当这个位处理投降1 所以每个位处理中 每次看一个位处理中 脸会停止转 这边处理 结束 好了 我只能挣打一小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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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